我叫黄妙 我是土生土长寻仆村的人 这里的男人出海 补鱼女人敲海力 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喜欢每天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去敲海力 头戴鲜花 身穿大居衫 这是典型的寻仆女装扮 即便在贪图劳作 也要把自己打扮一番 黄姐 这地不是很好来呀 对呀 太厉害了 今天干了多久了 干了三十个小时了 早上就来了 为什么非得这个时候来采这牡蛎 我们每天都要在 长潮之前赶过来工作一下 海力长在石板上 乍一看有点像小石头 为了保护海洋生态 当地人在滩图上搭起石板养殖海力 咱们这牡蛎这么小吗 对 这是我们这边当地特有的特色 特有的品种是吗 对 特有的品种 北方 东北那边小牡蛎叫荔黄 就算是那个叫荔黄的那个小牡蛎 也比这要大一点 这个也太小了 它这颜色好像跟正常看的不太一样 它这个比较黄和别的不一样 很多人特意来吃这种海力 要我们当地的 要我们当地的才可以 这里的海力学名叫荔牡蛎 属于牡蛎家族中的小不点 一般壳长不超过六厘米 里面的肉色泛黄只有硬币大小 这也是泉州一带最受欢迎的小海鲜 寻朴村的海力长到这个大小就必须采收 再长大肉色变白就不好吃了 我看今天这一片就您仨 是啊 那两位都是 我母亲和我阿姨啊 全家出动 就是从上一代的人到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工作的 以海为生嘛 黄姐告诉我 在当地的传统中 每到捕鱼季 家里的男人就外出打鱼 家里的女人就才捕小海鲜 补贴家用 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潮水变化而变化 不管刮风下雨 女人们都会出现在海边 过了中午 海水上涨 今天的采收告一段落